但来到生产车间我们却发现了很传统的东西 外观全透明的生产流程一目了然 生产线并非流水式 而是模块化柔性化的产线 因为车配置可能都不一样 打开APP用户可以再 你用什么车 到你需要什么车我造什么车 记忆是把自己内核的东西坚持和传承下去 同时你的个性化的需求需要什么 我就做动态的一个相应的适配 而且全部围绕客户的中心需求来 第一个课题就是体制机制上的一些转变转型 背后我们想理解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 内部的一些体制机制的一些变化等等 另外一方面就是坚定的向新能源转型 同时做品牌的高端化 未来还有那么大量的车销 要是把它转向新能源 这个路还很长 其实你只要想干 你永远是恰同的骑士 确实行